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说和宋先生老师很好的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在网友的嘴下 最后一直就去世了 其实我也挺想选一位朋友 因为我刚才提前进来备场 看到她擦了很多很多次的眼睛 到最后可能哭得不行了 直接把口罩戴上了 就是那一位穿白色衣服的那位小姐姐 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境吗 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说和宋先生老师得到的一个朋友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在网友的嘴下 最后一直就去世了 就很可惜 我就觉得应该现在不能凭借网上的谣言 就要关张取义 一定要把事情开悬灭 希望以后不要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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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